大家好,我是回民街的阿加西 我现在在成都的天府广场 后边是黄城清真寺 大家都知道我是回族 也是主要是来介绍回族美食的 来到成都呢 那肯定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成都当地的回族特色火锅 还有这个店就在黄城清真寺的隔壁 大家看一下 哇,这地下排队排人厚多 这个是麦拱亭牛肉鼠的 地下牛肉面 楼上是这个回族传统货果 这个二楼就是火锅 马总你好 今天就由马总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地道正宗的成都回族火锅 我看您这是非议店 这个有多久 非议店是必须要具备两个百年 一个是记忆百年 一个是传统货百年 这个就是我们飞物 是光大离产的排饼 这个也是我们先要去政府 现在这是颁发的一个证书 您不是成都人是吧 我不是成都人 我听您没这种口音 我就想问一下 你们这边的手艺是几代人传承下来的 非议它是必须最少要有四代才可以 就是四代 在这边的是不是 那以前是师从哪里的 等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叫黄城坝 我们现在待的这个地方 它以前叫黄城坝 成都分为三城大城 少城黄城 大城住的是汉族 少城住的是满族 黄城坝住的是回族 这儿的回族是在做什么呢 不载牛就载羊 不打锅盔就吃凉 在成都基本上是牛羊肉 相关的菜系和菜品 都是回族在做 牛油火锅不是牛肉火锅 以前多的是什么呢 牛杂火锅 牛杂作为是下水 牛的下水 牛油也是作为下水 以这种方式 它为了是一些能下苦力的这些人 改善生活 补充一些体能 所以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是在1913年的时候 才把它搬入到了唐室 牛杂火锅呢 它是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以前是涮牛杂 现在就是涮菜涮肉 对 那您就说一下 您现在的师傅 以前是在哪 这个师傅呢 以前也是在老的黄城坝呢 有新济有燕乐春 新济和燕乐春 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两家店 对 它是包习馆之后 接待一些我们就是有身份的 对 文人也罢 还是经济方面的也罢 还是一些政客也罢 有时候呢 你说去吃地边摊呢 不是特别的方便 对 也不合适 也不合适 所以呢 在那个时间呢 他们也觉得这个东西好吃 所以把它搬到了唐室 在唐室店里 对 包括你说新济燕乐春 当时他们的档次还是很高的 那就是说是高档次的店 把这个东西引进去了 对 然后现在您这儿的师傅 是以前就是新济燕乐春的 他们的主义 在团队下的 在做这样的一件事 我们打造的牛系列的火锅 就是从头到尾 头皮了 杂了 堵了 鸡肌了 这些东西全部都有 我们西安的 很少有就是牛杂 然后在火锅里边 您这边能不能带我去看一下 您的原材料的一个品质 可以没问题的 从牛头一直到我们用的牛杂 包括牛肉在内 都可以让你来开体验 大家觉得怎么样 能不能先试一下您家的菜 可以没问题的 有什么讲究之类的 给大家都介绍一下 没有问题 免得咱来成都之后 不会吃这个东西 就感谢这个马总 好没问题 好 那今天就马总给大家介绍 您家的这个全牛火锅 对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也是我们飞夷的一个特色 做到的是牛全身的一些东西 头皮 牛杂 牛杂 牛大肚 牛的肥肠 小肠 鲜牛肝 鲜嫩牛肝 鲜肉丸子 这个是腱子 这是雪花 这个是腰圈 腰圈 这个是鲤鲤 鲤鲤 还小于一个牛心 卖完了 不轻了 对 这个是雪花 这是三花键 三花键 我们的鲜毛肚这块 也是当天 宰的东西 我们拿回来 这些肉 所有的东西 都是当天的 他今天宰三头牛 宰五头牛 他可能只有这么多 只有我们送过来的 也只有这么一点 涮的时候有啥讲究呢 牛大肚 牛肥肠 放进去多煮 牛头皮 它涮一下就可以了 料有什么讲究 传统的料碗呢 其实就是那么几种料 香油 蒜泥 蒜泥 葱花 香菜 最早的味道就是这样的味道 锅底您讲一下介绍一下 是用的是百年前的传承 加牛油在一起五种料 牛油 辣椒 花椒 茴香 白蔻 用了三样大料 对啊 然后一样辣椒 辣椒吗 不只是一种辣椒 辣椒它有多种 它有提香的 有提辣的 提色的 所以它辣椒不同 对 它就作用是不同的 对 成都这边的 对辣椒 它是比较讲究的 花椒的话 我们用的是 是茂姓的大红袍 我们只用这个 回归原本 回归传统 我们的牛油 都可以塑到原本 以前的这个 成都的这个牛油火锅 用的也是牛的开度油 和这个腰窝油 对 就用这两种 杂油是不用的 像您用的这些 佐料就是百年前的味道 百年前的味道 我们就是做的 就是你要回归本味 每一样食材都好了 你呈现出来的东西 它味道才好 对 这个 就我们常说 这个嘴巴是骗不了人的 对 素锅这是我们的菌汤 全部是拿鲜菌 煮炒制 也是林天佳 不是以前的 不是以前 这是新家 因为现在有很多 人他来以后 吃不了辣 吃不了辣 我们就做鸳鸯锅 涮菜有啥讲究的 有啥搭配的 吃我们火锅 有几样菜是必备的 豆腐皮了 窝松了 就是成都常有的这些东西 叶子菜比较少 火锅它要吃叶子 会辣 辣 太辣了 前期是不能吃的 你前期已经太辣了 你没办法 再一个 所以他把油的也刮完了 对 我们那边不讲究 我们想怎么涮怎么涮 对 边吃边涮 不是说是一下你把它倒进去 这些都是一样 现在可以打料 我们可以边吃 那就大家再打个丑合料 好 这边的收益还是特别好的 一个是地方也小 基本上都是百分之 八十都是回头客 让我们今天试一下 你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味道 一般的香油是吧 不是 这个还是秘制的 它是解腻解辣 解腻解辣 对 打一小半香油 其实核心就在这个香油里面 对 因为这些东西很常见的 对对对 这蒜泥 麻酱小米辣 这些新加的 要怕太辣了 再加点醋 烤油也可以 可以适量加一点 提前 我给你也打一个 好 谢谢 我要一个最原实的 有很多北方人 他说你放的太多了 会点腻是吧 对 舍不得放 这个是一定要把它放够 看了可以 哇 好酥 这些朋友说把他们也照一下 介绍一下 安波尔的董事长 尤总 这个也是我们的常客 也是好朋友 每个月都要从兰州飞过来吃一趟火锅 有时候一个月两趟 就是专门为了吃火锅 你去看看火锅咋样 跟你家的牛肉面比起来吧 那还没个火锅 哈哈哈哈 好 谢谢 那我们去尝一下 谢谢 没有吃过这个正宗的成铜火锅 嗯 毛总你给我说这个要怎么吃 好 我先从毛肚开始 这个毛肚都是七上八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个又熟了 就熟了 嗯 嗯 脆 脆一堆 这个搭上香油之后吃的毛肚的香味更浓一点 这是牛肝 嗯 这个也是跟那个差不多 这个蘸的是什么 这是干碟 这个是干碟是吧 对对对 这是纯辣椒 辣椒 辣椒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其他不能说了 密制的东西 密制的东西 你可以尝一下 哎 哇 特别嫩 对 这个没有一点牛杂的味道 天然的肥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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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再刷一个 你可以尝一下 哇 这个料碗好辣 辣辣辣 好 你可以尝一下 你看这个我刚才算了两下就可以了 腰圈那个部位 我们不是合成的肥牛 特别嫩 特别嫩 是吧 对对对 它是肥色相间 这个是头皮 这就是我们吃的牛脸吗 牛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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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薄呀 就是很薄 煮了久了以后它就 它会化了是吧 化了对 它就像那边太足了 也是5秒就可以了 5秒 你看 你可以尝一下 试一下 全部是筋 牛脸 特别美 你要是煮的这个就要是你要煮时间久了 我就煮化了 就没吃到 没吃到 我吃了这几个就是没有吃到牛杂那个腥味 还有牛杂那个味道 做成半成饼的时候已经里边加东西了 对对对 家里相信就把它处备到该处的处备到对 对 这个是里吉我们来尝一下 应该非常嫩的 这个肉的话就是七上八下 一般就是在8秒到12秒 不过这个骨子和这个牛肠之外 其他时间都是比较短的 都是比较短的 我们那边吃的话就是一刷进就撇进就不管了 还有很多肉呢就把它烫老了 里吉你尝一下 你刚才吃到腰圈呢 腰圈还能 我说一下这个佐料吧 我觉得这个老式的这个传统佐料 更能突出就食材本身的一个味道和鲜味 确实是非常对的 东西好不好看食材 香辛料是越多 它把原来本来食材的味道就盖了 简单的料呢 它能出来食材的 它是一个突出食材本身味道的一个料碗 再尝一下这个 这个料碗应该是非常吃菜食材的品质 对对对 料放的不多的话呢 食材不好的话 一吃就能吃出来 这个是非常 这个特别筋的 对 原来是油香口的 是 像这个骨髓那种感觉 对对对 这个是大骨髓 这个是金钱筋 特别烦 烦烦 这要上个时间稍微久一点是吧 这个要久一点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新鲜的食材 我们自己拿到中央厨房里去加工 包括炸也是一样的 我们不会用外面的炸 这个可以尝一下 这个三花筋 老一点它就可以翻了 时间那个小一点 看 要有嚼头的 但是可以嚼烂的 对对对 比其他的肉吃起来稍微一点硬 有明显的吃肉的感觉 对对对 很多朋友到我们这来吃了肉以后 他说是吃你们的肉能吃到牛肉的味道 这是牦牛还是本牛 这是牦牛 这个牦牛肉吃不出来牦牛肉的味道 你别再尝一下这个 这个是啥 这是鲜雪花 之前和三花筋关系 是不是 这个就是丸子 丸子 没散 没散 里面有淀粉没有 我们是没有用淀粉的 全部是纯肉 纯肉在打的 用什么部位的 用的是雪花在打 雪花的 对对对对对对 很多人它是用腿肉 用这些 我们全部是用的是雪花 因为它肥瘦相亲 这边松软 肉香味特别明显 对对对 吃不到明显的塑料的味道 是是是 马总这边的食材的品质 确实是比较高的 今天我们在吃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这儿 基本上就是有的 东西好的话 那价格 这一桌多点 有两人餐 有四人餐 两人餐的话 我们只是在100多块钱 这个拼盘了 这个拼盘是99块钱 我们的产品的价格都不贵 我们的土豆是6块钱 毛肚48块钱 做单价的平均是在80块钱左右 一个很亲民的价格 要做到什么呢 不贵好吃 对 你也吃人家 好嘞好嘞 我们那边吃火锅 没有这么粘稠 看起来 我们是油比较多 四川的它吃油吃的比较重 我们是一斤牛油 半斤料 再加一斤半水 油料上是很重的 看一下 我这次拉德发现新道路了 这个牛肝特别好吃 对对对 我之前没有吃过 很多人对这个没有吃过 他说这个东西怎么还有这么好吃 特别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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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入口即化的感觉 这就是四川老灰灰的特色 您刚才说的这些 就是一方面用料 一方面算法还有这些的一个搭配 这都是咱以前的一个 老传统的一个做法 百世年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 在座观众朋友们 你们吃过没有 我是第一次吃 我觉得 这个跟我之前吃的火锅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能不能看一下这个肉 可以这没问题的 毛总这是哪里啊 然后今天专门的清真牛羊肉里供应点 这个店它已经有开了有二十来年时间了 成都的话就是只有唐加斯这一个地方 是一个清真的特材 这肉呢是每天是 林晨就把它送回来 林晨说您这边来在这边进货 对对对 老伙伴 小伙伴 小伙伴 妈伴侣 妈伴侣 啊 啊 你不是送货去了吗 妈伴侣送货去了 啊 啊 对对对 这儿的肉 目前是成都卖的最后 他这个店也不大呀 就是不大 再过几天以后 这就开始天天排队 那边用了这个牛杂 就是这几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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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 牛头皮 嘎 腥 这个牛肉和牛杂 都是新鲜的 是唐加斯那边的一个 回族的一个屠宰场做的 哎 这个就是说您的火锅 还有您的这个面呀 啥之类的一个集中 您的一个中央厨房 对对对对 我们做面的清汤肉 嗯 嗯 对啊 这边是在调汤 面里面有还是火锅里面有 面里面 这儿给这个火锅店做的 主要就是牛杂 牛杂 牛杂在这边处理 对对 剩下的主要就是面馆 在提供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的火锅底料 对 牛油的火锅底料 工厂做的 工厂做的 牛油的理科状 这个是清油的 您店里面用的类似于这个东西 我们都是这个 火锅里面用的 还有就是面里面用的 所有的这些料 都是在自己 然后在生产的加工 没有用这个外边的这个 成品或者半成品 没有没有 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加工 外面的东西呢 我们把握不好 对对对 马总做事还特别认真的 哈哈哈 啊